我 我 我跟你现在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而且我是督察处的 我得避嫌 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她是珍惜的妹妹 谁 你见过的女孩啊 珍惜的妹妹 这一段时间以来 她一直在找我 要给她哥哥报仇 而且差点得手 那你还留着她 至少应该治安居留 这可不是一个人的事啊 晨惜的尸体 到现在都没有家属辨认 询问她 应该对714的调查有帮助 我们现在不管晨惜怎么样 晨惜是好是坏 对她的事 都不重要了 她死在警察手里 那人家妹妹一心想报仇 我觉得可以理解 我是用了好长时间 才争取到她的信任 那现在把她 推到一个队里面 不说别的 这一道都白挨了吧 你就没有考虑过 如果邱老师 或者其他领导知道 你整天跟匪首的妹妹 待在一起 他们会怎么想啊 为什么要让他们知道 你是暗示我 帮你撒谎 不用撒谎 隐瞒就好 这么说你舒服了 即便这样 你总是留一个年轻女孩 住在自己家里 说出去也不太好听吧 为什么要说出去 而且我从来也没有总留她在 昨天是特殊情况 你今天来就是想跟我解释这个的 当然不是 我是要求你帮一个别的事情的忙 我能操作的范围非常有限 再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明白 你现在真的很奇怪你知道吗 你们想尽快点 你心里全部都做了 你会想得到 我家里在调整的东西 产生之下 你很高兴才可以 我现在是轻微的社交障碍 这是轻微的 再严重点又能怎么样 也不至于让你跟我再立一次婚吧 你说不说吧 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看到 七一四的涉案枪支 为什么 赵新成不是跟我讲 他后面听到两声枪声吗 我需要知道是哪把枪打出来的 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所有的枪支型号 全都在物证清单上 物证清单 不可能把每一把枪的构造 都写清楚 我必须要眼见为师 看你方便 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 找到机会告诉我 我保证不会撕挪 或者是损毁任何一件物证 我看看吧 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昨天我转交给你的快递里 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跟七一四有关 你必须得告诉我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拿 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交换条件 因为我本来迟早也会告诉你 我要走了 队里有个命案要办 拜托你 找到机会告诉我 你等一下 再让我看一眼 伤得严重不严重啊 伤得严重不严重啊 有没有伤到脏器 其实还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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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